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网路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 来让大家去了解在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非常重要的一些制度跟结构性的问题 让我们不是只有在看到议题的热闹的面向 也可以看到这个议题该有的门道 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湾的社福界 其实最近这几年看到很多的社工开始走上街头 那面对的这个是台湾的非常窘境的 这种所谓的社福的状况 因为我们看到国家在这个所谓的社福的资源 其实并不是太多 然后很多的社福人员都被认为是要去做工的 然后要多做非常非常多 不只是体力劳动心力劳动这个部分 我们过去也访问过有关于社工的议题 当然我们看到最近的另外一个跟社福界是有关的 也就是伊甸的富康巴士司机的罢工的一个现象 在几天前他们开始的这个罢工的这样一个行动 希望能够争取合理的待遇 那到底这个富康巴士司机他在面临到的待遇的情形是什么 那他们提出这个底薪过低 然后在加班费的计算上面 其实又不是那么的真实 因为他们其实中间有非常多的待遇时间 恐怕这些都必须要再进一步的去做一些理性跟导论 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伊甸基金会的企业工会理事长 周文铃 周先生你好 大家好 还有是这个全国自主劳动联盟的执行秘书贾博凯你好 各位观众好 我们先是不是先请这个理事来跟我们讲说 你们这一次的行动到底为什么会发起这个罢工的行动 因为社福机构发起这个罢工其实是很罕见的 那为什么要发起这个罢工 你们主要的诉求是什么 因为这个我们的这个薪资很不合理 怎么说 我们现在的最低薪资 我们是达两万两千里 但是我们有经纪几个星期的了解 就是我们拿到罢工权的时候 我们也是都给你了解 但是条解委员有说了一句话 这是合法但是你是没合理 因为我们 如果伊甸来讲的像是自我民国八十九号年开始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 他的力行 就是 就是都说 你的 你的底薪就是 他的 这个 最低薪资 他就是我们政府的最低薪资的时候 容易做底薪 今天总金什么都要留下法 这才是一个合理的 自我们九十九年 跟他们签了哦 他就是17280 就是到现在 一天二百公里 就是一天二百公里 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的意思说你十几年前是17280 对 现在的第一次也是17280 我九十五年 又回来了 九十五年 十二个的时候我又回来了 我们的薪水是 万六 全金是2000 那时候的贏了 还要达到三万二三 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薪水 是怎么变成这样 那个全金资金没了 但是 公司的购买是 伊甸基金会的购买是说 我给你的 是效果的 但是你的一千块 那个全金资金 我是给你抽来 另外两千三千 和二重资金的一万七千二百八十 我们原本 原本 万六的 这一年纯的薪水是什么 我们是 三千五百块的 中轎和端爐 那二重资金是五千 像一个红包的 他把我们的 全金给我们抽出来 那我们也有跟公司協助 但是他还是不操作 那抽出来对你的孙子是什么 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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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来说 包括他 把我们的退休的提簿金 六趴的时候 他都提簿不足 几星都跟公司来说 你们这样不对 你们算法不对 他们都不在意 他们说没关系 到现在也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专金总金 拿到 把那些方向来的法 但是这个 中手有改变吗 这个中手就是有改变 差多少 差差不多四五千 差四五千 对 另外就是说 老退提簿的比例是不高 不高 差多少 因为他都用自私的 就是 差不多 投保薪资的 三万三百五 投保薪资的 老保的 三万三千五 所以他提簿都是 1818 像 以这张来说 这张教育 是要 一百块的提簿 但是 他的提簿 我们这里可以看很清楚 只有 一千二百六十一块 这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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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 让大家来 作为 政府给大家看 OK 所以 现在就是说 新租本身的 条政 这个部分是不合理的 另外一个部分 你的工资是怎样去算 包括 基本薪资 包括我 找一座 差不多多少次 过去 找一座 保贴 跟现在找一座 保贴 有什么差别 因为 89年的时候 公司 一座五十块 保贴五十块 营收 跟我们一半 收集的营收就是 债人客 譬如说 你债一百块 你就是分五十 五十块 五十块 就是 台湖是这样 啊 现在呢 现在的保贴 变十块 给我们的十块 到底是怎样 我也搞不清楚 十块不是 由人客 丢的钱 来分一半 这是 对政府的保贴 这十块是 政府的保贴 因为政府一座是保贴 二百四十块 啊 他给我们的底薪 现在是一座 二百块 跟营收一半 他都算在新租里面 但是他说 他是 他是合我 但是不合你 那9万位怎么算 9万位 9万位 如果说9万位 他也是还算不对 像我 以我来说 我们现在 二万 二千 二万 二千 最低 薪资 的 像是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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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 租医 二百四十块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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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天 所以 除了 二百四十块 他 所有的实薪 应该是 91.6千 因为买了 那是小巿 他永远要四捨五入 那 那 那 他 十七 又八十九 甚至九十 那也是不对 他们是用 那来 给我们 给我们 苛刻 所以 我请教博凡 冬粹是如何 有什么 你们为什么会协助介入 这样的一个案子 那 自己在政革所谓的介入 过程当中你观察到什么样的现象 因为其实 伊甸公会本来就是自主公联的 会员公会这样 那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上级公会 那当然就 就必须要去协助我们的 对 会员公会的各种条件的状况 那其实这个案子 其实也拖了非常长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 就是说从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就是几乎每一年 都发生就是说 那个驾驶就是 因为驾驶理论上 就是说 每四十小时公时 要三十分钟的休息 那 但是问题是说 这三十分钟 就每天一小时的休息 其实等于是 这个驾驶没有 并没有真的到休息到 他们都会变成就是说 他们必须要在休息时间待命 要待命 那可能就是 比如说你要负起 车辆保管责任 因为你不可能 车 你不可能离开你的车 那也就是说 你可能到处跑的时候 最后你还是只能在车上休息 然后再关着你的车 以及就是说 那时候如果说 突然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还是得 必须要赶快去 那个去支援 那我们认为 就是说 从各方面来看 这边都待命的事实 而且这个 2015 2017这三年 都已经被台北市政府劳动局认证说 对就是 驾驶在休息时间 人家待命 所以既然是待命时间的话 就必须要算公司 这个部分就是说 从2015 2017 那资方已经连续三年都被罚了 但是却... 但是没有改善嘛 这连续三年被罚 三年都没有改善 最近2017年 其实也是2017年 11月的时候被罚 那表示说 其实也才没多久之前而已 那也就是说 其实在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资方都会宣证 说他们改善 可是他们改善的结果是 他们还是一样 继续被市政府的推定 他们实际改善 他们做的改善的这个方向 或是他们做法是什么 他们当然比如说 像 他们大概一宣证就是说 比如说 因为我们有一个巴士站 巴士站就是 原本是停巴士的地方 然后私地底 巴士站就把车开走 然后开始去上班 这样子 他们会说就是 比如说可能 原本的巴士站没有饮用水啊 或什么 或什么没有用厕所之类的 那问题是说就是说 因为巴士站的环境 其实一方面是 他们本来就在相对偏远的位置 那其实驾驶不见得能够 就是休息人道 可以回去休息这样子 那另外 另外问题就是说 所以他到那个点 要看到巴士站也是另外的 另外的时间吗 对 那而且就是说 目前巴士站 他目前都没有一个 比如说一个可以乘凉 然后休息的空间 那有很多巴士 像台北市有四个站 那只有一个站 还算是有一个 像样可以乘凉休息的地方 那其他三个站是都没有的 那对驾驶而已 就是说他回来 巴士站也没有休息到 那二方面是说 那市商会宣证说 他们已经都有在各巴士站 都有游动厕所 有饮用水 问题是说这个 不只是这个问题而已 对 当然那个所谓的硬体的设施 恐怕是最基本 休息必要的条件 对 那问题是说 那个磁心的计算的方式 这个加班费的 所以要都是休息的 加班费的方式 那你身体是 刚才说 刚才说 这三个人 这三年事实上 一店他都说有改善 你自己的感觉是什么 我自己的感觉是 劳动条件越来越差 怎么说 因为这个薪资 第一 基本薪资 你就可以 就可以给大家看了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以前嘛 你还有三万四五 加班时数也是一样 就是四十六个小时 那你现在周休二六 他不是讲说 周休二六不能给人扣薪嗎 那你现在 他是不是在变相减薪 而且 他给你的抗制是他安排的 他要给你 要给你 不给你 要整理还不简单 所以 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一店 虽然觉得他们有些改善 可是刚刚看到是在硬体上面 但是在于薪资上面 在于休息时间计算上面 可能还有一些疑虑喔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一店是透过工会的方式来成立 这工会成立多久 这个成立是从民国那个一百年 嗯嗯 六月二十四啊 嗯嗯 那现在多少人 现在 现在 都 公司一个运作 现在 那 那 罢工投票的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 清澈的船是差不多三五月 三十五月 对 嗯 那当初是怎么要成立这个工会 要成立这个工会 就是说 因为我们那时候 有 选一个 我们这个 劳房代表 但是我认为 跟他们说不好 嗯 要是 就是 我有去问劳动部 劳动部说 你最好的成立大会 嗯嗯嗯 啊 我就开始筹募了 从九十九年我就开始筹募了 嗯嗯 但是到 筹募到九十九年代的时候 人一群有了 但是 那时候的 劳动参与不再 工会不太好成立 嗯嗯 所以等到一百年 我才连 连那个 我们这个 那个 台北官 以前有在台北官 台北官的 这些 我们的富庚巴士的书基 我们先把它做起来 那先把它做起来 公司 有对我 就是对这些书基 都在书底下来说 因为我们没有政府 我们也不便说 嗯嗯 但是 他们就是这样在打压 啊 而且还有一个 我们新伯父的幹部 一群政院长 就去 洛基隆说 你再去摆一招 上班摆一招 下班的时候 跟你摆一招 嗯嗯 这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就业歧视嘛 就业歧视嘛 就业歧视嘛 他就是不给你嘛 对 他就是不给你走 你说你们这些幹部 你们的高拐 那这样没违法吗 那是违法啊 所以他们去够就业歧视啊 我这个干部够就业歧视啊 如果在就业歧视上 他们在跟他们说 你这个就业歧视很容易理會 公司说一句话 我没肯定背你 那不然你去告 嗯嗯 一个社会福利的地方 常常不说叫人去告 嗯嗯 啊对王冬的照顾是这样嘛 嗯 所以这个 成立这个工会 这个过程中 中间有很多困难 包括刚才就业歧视 对你的工会来说 是被打压嘛 对这个另外一个工会是一种不友善啦 那当然我们回来这个制度来看 很多人会觉得说 这是一个社福机构啊 这个所谓富康八四也是一个标案啦 啊这个其实常常会搞得非常非常复杂 就是说 到底约有头再有主啊 这个头到底是什么啦 那要控移到底要说什么 你也跑去市政务啊 也跑去伊甸去控移啊 啊到底我们来看这个制度这个问题 这标案 标案是这样子定 那标案实际的内容是什么 那标案假设是一个已经不合理不合法 那做一个社福机构 当然不会不合理的状况底下 那社福机构该怎么去面对 我们对社福机构应该要什么要求 或者期待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原仔报新闻 高田最近这三年薪水都有调高3% 不过却排除申请育婴留职停薪的员工 工会认为 次居等于要求员工在家庭与工作中二选一 以及构成职场歧视 违反性别工作平等法 高田列车长王小姐说 她育婴留停期间恰好遇上公司调薪 却一次调到排除 公司没有看到她的年资 现在她怀第二胎 可能不敢再请育婴留停了 高田的回应 若育婴留停员工前一年度再职满半年 也就是183千以上 则给予全合调薪 未满半年者 则按员工再职天数除以半年 给予调薪 高雄瑞祥高中原定5月14号到18号期间 高医生将进行生命教育课程 邀请校外人士分享 不过意味有家长抗议 校方紧急站立课程 引发学生不满 高三学生串联利用招会时间 告知于彩虹期抗议 校方解释 讲座暂停是因为要交由课法会审查 既然家长有疑虑 先暂停课程再讲程序不正 但在校师生指出 过去的讲座从未经过此程序 此次显然是因为讲题与同志有关 而被针对性掌押 事实上 瑞祥高中停办同志讲师的讲座 并非第一次 2016年底也曾传出议员施压停办事件 校方当时说 是因为与社团球赛撞齐 参加人数太少 但经过集成调查后发现 校方在调查学生参加议院前 就已经先取消奖座 华航今年与四所宴校合作 招募实习空服员 每学期提供15万元的奖学金 不过计划被米特局推荐 最近二度送审 还在审查中 却有学校先贴出榜单 恭喜同学被华航录用 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批评 实习空服员 拉低新资行情 更将危及非安 华航则发表声明表示 实习商都必须通过和正职 完全相同的考核 且产权计划 华士行阶段 竟选出24人 配置都会影响非安 陳菊默示人权 陳菊默示人权 还我居住正义 还我居住正义 陳菊你到底在做什么市长啊 拜託他里面有人 警察现在要强判 拜託 他没有同意 你没猜 你们不可以猜 他参与台北 不然参与宇蘭 不可以在这里为我们高雄移民 他在这里让我们对这里没关系 为了不让民營灌民 在都市生存 3 1 2 3 我们走出去之后怎么办呢 看卫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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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争到底 看卫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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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警告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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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第二个国民党 看卫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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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当然是因为原本学校里面要办这个有关性评的讲座 但是因为所谓的家长团体在种种的这种所谓的干扰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很多时候大学校里面要怎么教 或者是他其实有他本来就规范 可是家长其实他不只是在干预了这学校的本身的这种所谓的教育的安排 同时更大的一个问题就是 就在我们节目当场谈很多次 就是性贫教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不是一个性别的教育 它其实也是一个人权的教育 那但是因为某种的自己的这个所谓的性别的立场 或是某种的价值而去干预 这反而对整个学校的发展 或整个台湾教育的发展是很不好的 那这个事情其实我们也看到 可能接下来会有相关的诉讼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我们也会持续的来跟大家关注这样的议题 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我们就要跟他谈的是伊甸基金会 这里头的富康巴士司机的这个罢工 在节目跟我们一起谈的是 伊甸基金会企业工会的理事长周文炳 理事长你好 你好大家好 还有全国自主劳动联盟的执行秘书蒋伯凯 班长朋友好 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 就是他在薪资上面 或者是把我劳退上面的一些等等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底薪其实是一万七千多 其实是很低的 那但是虽然总数看到的好像是 实力上面是三万多 但是这个因为你底薪低 那可能也会影响到这相关的 劳动的权益或提拨 另外一部分恐怕在加班的时间上面 你要必须多跑好几趟 你才有这样一个薪资 其实这会不会造成过劳或其他的问题呢 是 这是完全是会造成过劳的状况 就是说 因为现在情况是说 当然就是目前啊 就是说伊甸呢 对外爆出就是 对外提供就是说 我们的加班时数 刚好都卡在目前法定的46小时的上限 但其实我们都知道说 目前伊甸 今天要工作十小时 已经是完全家常编范 那至于工作十个小时甚至更长的呢 那都是有的 对 那伊甸都会说 就是说 他会说我们驾驶的月入都有差不多三万左右 但是他没有讲的是 到底这些驾驶到底工作时间多长 那实际上都是超过非常多的时间 但是你刚刚讲说 都已经超过法定的46小时 对 那在过去没有任何的去检举或是劳检 或是去去像劳动局检举 劳工局检举这样的一个做法吗 应该就说 应该就说 因为我们毕竟 这个资方违法的太阳已经太多 那我们当然就是 尽我们所能去检举 那个目前资方不合理不合法的地方 那像我们是一步一步来 像比如说有就业歧视啊 那以及就是说 待命人去 休息人去待命 那也其实包括说 像那个 厂战的卫生条件 都有提出检举过 那之后就说 我们还是看资方的 的改善成 如果说资方愿意改善 那当然我们就没有 我们就没有提出了检的必要 那如果说资方 在我们已经宣告罢工之后 那还是这个样子的话 那我们想之后 还是会继续就法律部分去提出检举 康复巴士的营运是一个标案 这个标案是几年一次 四年一次 四年一标 那从标案的角度来讲 我想伊甸或者很多人觉得说 标案本来就是 这个政府给的钱嘛 那政府给的钱是有限的 那如果所谓的专款专用 放在这个地方 那它就是这么少钱 那难道我们要去拿别人的 这种所谓捐款 再来补贴 这个资金的劳动条件吗 所以这边可能会出现 两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标案本身它合不合理 就是标案里面是怎么规范 第二个即使是标案本身不合理 作为一个机构 不管它是不是社福机构 一般的企业或是一般的NGO也是一样嘛 那难道就可以因为这个标案本身的不合理 来去降低它的劳动条件 不能去满足必要的这种条件吗 就是这个两个问题就是说 一个是那个标案的部分 因为一方面是 那个台北市的我们标案是说 就是说 固定就是标案基本就是这么多钱 那它会根据那个 民间野者跑的趟次 驾驶跑的趟次 来决定说给你多少钱的样子 那不过又说因为这个 它目前计算趟次的方式 其实不合理就是说 因为它是 它目前现行的标案就是说 是要求说 那个驾驶 一辆富康巴士 那一天要至少跑九趟 但是它的天方式它是算一年是309天 那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一年扣掉周秋二日跟国定假日之后 你实际上你一年的工作天数 只有249天而已 那你用309天去算的话呢 你说标案本身是用309天去算 对 但是明明我们实际上 周秋二日加国定假日 其实是249工作天 但是这样明显就说 导致说你驾驶为了满 就是说民间业者为了要去满足 说市政府所开的要求 他就势必要去回头要求 驾驶要嘛你是在 你是在平日呢 加更多的班 或者是你要在假日的时候出行 才能够去满足市政府的要求 认为说这个 标案设施就已经有不合理的地方 那除此之外就是说 另一方面是这个标案 它其实并没有去明定说 驾驶的这些导致条件 那他们只有说要符合劳机法 问题是说像比如说这段时间一来 我们已经跟市政府 劳动局那个已经检举过非常多次 那也都已经一大堆 一大堆违法的样态都出来 可是实际上就是说 公运处也没有说因为说 伊甸违法所以就扣你钱 那其实也没有这样子 那就是那等于是完全没有保障 那我们认为就是说 应该是要去明定说 驾驶的劳动条件这样子 那我们想法是说 因为社福其实本身就是 社福政府的责任 但政府却把他的责任 丢给民间业主 那其实就是因为政府 不想拿出那么多钱 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那你这样做就有很多很多问题 这样 那我们同意说 确实对于有些想要去从事 在民间从事社会福利 或从事一些社会救助的一些团体而言 就是说确实经营这块并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说 就是说 这个状况在伊甸显然不是这样 伊甸跟很多很多社会福利团体比起来 他们是已经相当当当的充裕 那显然不能就是说 不能就是说用过去那种 当然我们可以想像是 有的政府团体可能会很艰困 那可能搞不好下月薪水都不再发出来 可是伊甸显然觉得不是这种情形 那我认为是说 伊甸你应该去富起就是说 隐隐的规模 隐隐所有的资本 其实都完全全不是说那种 靠那种 说什么 因为我们的 善心人士的钱很重要 这种理由去搪塞 说让那个老板条件变得很差 因为我们认为是说 像 因为毕竟这些富康巴士的驾驶 它服务对象的神经障碍者 那如果说这些富康巴士的驾驶 在老板条件这么的差 每天要工作这么长一段时间 那其实 比如说像我们都知道说 你的公车司机 你每天工作很长一段时间 那个行车安全是非常非常有问题 那如果同样就是说 那难道就是说 这些身心障碍者就可以 就也可以就是说 就也可以就是说 他们得到的服务是这种 因为驾驶过劳的 这种身心障碍服务吗 我们也说这样做 其实也完全不合理 嗯 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到 在节目当中也提了很多事 就是这些基本的 公共服务业者 他的基本的老板条件是需要 富康巴士 他也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部分嘛 那其实刚刚谈到 四年一标这件事情 其实 我们知道有些社福的相关的营运 可能是可能两年 是更短 四年一标其实也是 虽然是比较长 但是事实上 从一个经营角度 也是很不稳定 我不知道四年一标 假设今天不标了 那司机怎么办 因为我们这个有跟供应处 大概谈过 就是说 你如果 你们不标了 是不是 我们这些驾驶 那会不会就事业 就跟着走 就跟着是不是这个 然后请他们拼用 然后假设有新的标案 这个所谓的案主 你们是跟到那边去 对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司机 那我们司机 是不是跟着可以跟着去 他说这个 这个可以大概 他们也不能业注他们 但是他说他可以 这样子跟那个 厂商讲一下 如果不是法律规定 或者他是一个承报案 对 新的业主他不见得是这样 所以我们的要求就是这样子 那以前呢 以前有曾经这样的一个就是 这个案子结束 然后司机就突然间被大量检雇 或者是就失验的信息 以前是没有 以前就是说 你如果要去 你就转过去 但是我是觉得他们 以前像 一定没有飙到那段时间 他们那个 台湾租车 建名的时候 他们是有在 就是说 请这些司机过去 然后来大家一个说明会 然后大概薪资是多少 然后 那时候讲是这样子 但是事后 进去工作的人发现不对 他好像一直在慢慢的给他扣 就慢慢薪水给他扣 结果有的离职了 有的是老一辈 他要找工作也不容易 所以 你的艺术工 伊甸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没有飙到康复巴士 对 他大概是九十 九十 九十二年左右 然后到另外一个公司 到九十五年 另外一个公司 跟既有的司机去谈 对 那谈完之后 其实 全部都有聘用吗 他是要全部聘用 但是 但是 是他本身决定要全部聘用 不是政府规定的吗 不是 OK 那个政府是没有规定 但是 过去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像 有点苛刻 因为我们是驾驶嘛 像好像他就是在 就是在我说 里面有一条就是说 你对 身心障碍是怎么服务 那我只有跟他写说 因为他那个还蛮长的 他说你是怎么服务的 我只有写说 势客如有 他说这样子太少了 还要我做长篇道 我觉得就是说 这样子好像不对吧 因为就好像现在 我们 我们只是在谈 这些就是说 这些东西 其实 我们实际在操作 公司是把一些东西都交给我们 有一些报表什么的 都交给我们 然后变成那个 像说 他们要 要注意 那个什么 签到表啦 那个什么 每个月要算多少啊 那现在就是 弄一个表 让你 驾驶去做 然后呢 他们就剪现成的 就好像 这个很不公平的地方 就是怎么样 你内勤的 我们是在替你 替你赚钱 对不对 我们是在替你 维持这些东西 结果我们的薪水 跟里面不能比 里面 我所知道的内勤 至少三万六起掉 所谓的内勤 他们是排班 调度 而且这个都是空降部队 这个不是说 现在全部都没有 就是说 你司机升上来 所以 这其实看起来是一个 非常不稳定的状况 就是不只是这个 服务的对象 会面临到不稳定 那或者服务的内容 会面临到不稳定 因为可能每两年 四年都必须要重新 就可能完全归零 另外就是劳动的 这种所谓的聘用上来 可能也不只是司机 也包括社工 里头的社工 可能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那这个问题 那么严重 有什么办法去解决 或者是怎么去看 在这样一个现象 像这个现象 其实就是因为 像刚提到 因为政府就是因为 不愿意复起他们身为 就说该做社会福利 该做 那只要丢给民进业者 那 可以想象是 你也不可能说 让一个民进业者 永远租下去 那就变成这种 要几年一到二标案 像对我们而言就是说 像这样的社会福利 既然政府 那其实照理说 就是说 我们可以想象的情况是说 比如说有一个社会福利 或是一个社会救助很重要 可是政府忘了做 那这个时候 那民间团体的存在 可能会有它的价值跟意义 就是说 弥补一定的时间 是在政府的不足 但是如果说 像比如说 神经大爱福 这是一个政府 早就已经知道 要做一些政府实际上 也在做的东西 那这种东西 你就不应该是 还在丢给民进业者去处理 而且是不稳定的 也就是说 既然这是一个政府 你已经意识到要做 可能以收贵公有的方式 有公营的方式 来去营运这个社会福利才对 就是说 民间团体的目的是 为政府 可能因为意识政策 没有赶上 所以不足 但是 而不是说 当政府已经有政策之后 你这样的应该是一个协助 或是补充的吧 它不是一个主体嘛 那现在情况是说 就变成说 是一个政府 因为不想花那么多钱 所以就把这些东西丢给民进业者 最后呢 驾驶的导动条件不稳定 那内勤的 社会导动条件也不稳定 那同样的 身上也得到的服务也是不稳定的 对 所以包括会产生很多的内部的冲突 因为 当然伊甸算是条件 相对于它的劳动条件 可能会比它社福气够好 或是它整个营运 可能也会比较好一点 但是其实它会 还是会很多内在的这些冲突跟问题 那伊甸都这样的 更何况可能其他的单位 恐怕也会更糟 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就是让整个台湾 不管是在劳动的这个服务上面 或是所谓社会服务上面 都处在一个非常严重不稳定的情况 那这很难 好好的把事情做好 那当然最后一个问题想要请教理事长 就是说 好那你们开始要去 这个所谓的抗议开始罢工 那你们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诉求 你们对于政府 对伊甸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因为我们是希望就是说 你政府能收回去做 嗯 收回去做把富康巴士整个收回 对把富康巴士 因为这个是社会福利 因为只有你政府才有办法做 嗯 嗯 而且这个也不用就是说 你 那个 那伊甸好像觉得很辛苦 嗯 我这样子做很辛苦 嗯 而且你这个 这个公堂啊 其实我是觉得这个公堂要好好的利用 嗯 就是因为你政府你在做 绝对会比民间在做还好 嗯 那社会福利 我们现在在讲 你社会福利基金会 你对自己的员工都没有办法照顾 对 你怎么去叫这些 我们这些给你聘用的这些人 去好好照顾这些身经障害者呢 所以我总归一句 我还是希望就是政府你收回去做 嗯 但是不管如何在政府收回去做之前 现有的雇主 他就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这种劳动条件 起码最基本的这种都应该要达到 而不是刚刚谈到对工会的比较另眼的态度 或者是会包括可能你们提到的一些薪资 这些给付上面的不足等等的问题 我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 但是这里也显现 他不单纯的是一个劳工的权益的问题 就是包括我们看到 所有本来政府应该要有的责任在最近 这几年慢慢的都变成私有化 慢慢的都把它推给民间 可是民间 其实你给民间做也不是完全不行 但是足够资源甚至足够稳不稳定 恐怕是更重要 今天非常谢谢两位来接受我们帮忙 希望下次有机会 再来跟大家请教相关问题 谢谢 我们下礼拜公众再会 拜拜 城局默示人权 城局默示人权 还我居住正义 还我居住正义 他帮我们帮忙去台北 不然帮忙去伊南 不可以帮忙为我们高雄亲民 他在这里让我们对这里不关系 为了不让民间做民在都市生存 3 1 2 3 我们走出去之后怎么办咧 看卫交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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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交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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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第二个国民党 你看你们那些嘴脸 不放棄了 又会竟然捉拿 一定会来捉拿 我好想来 走过来 走到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